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吉林学生 女嘉宾小吴24岁来自贵州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啊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三年多了 谈了大概三年的 同学是吧 对 一个学校的 现在闲人管你管得紧是吧 是的 恋爱谈得累是吧 怎么个管法啊 我们商店是在大爱的时候嘛 在一个超级课程表上 那个时候不是要期末考试嘛 然后数学底子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 功课班的男生 去蹭一下他们的数学课 我就问了三个人 然后就他回复了我 这一来爱去的话就聊天嘛 他追我就追了三个月 然后就在一起了 然后在一起大半年 从来没有跟我吵过一次讲 什么都听我的 但是到了后来的话 这个衣食住行 他都要管着我 对 怎么个管法啊 先从穿衣服说起吧 我记得有一次 我化了一个精致的妆 穿得比较漂亮吧 然后去上课 然后就拍了一个自拍照给他看 他就说我 你凭什么说我呀 因为他是一个学生 我觉得他穿得那么好看 不符合上课的规矩 就是不符合我们作为一个学生的 一中一表 他是把自己当老师了 但是老师都没有讲什么 你凭什么管我呀 你那种穿成这样的话 穿了一个陋起装 然后穿了一个短裤 你给老师看到的话 他心里也会不舒服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留下这种穿法呀 而且我觉得女生都喜欢露点小瞒眼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呀 这不就是我们做男人的那点小心思 小心眼嘛 就怕别人多看了是吧 对 行了这个不说了嘛 都会有点这么个小心思 那穿衣服不说吧 我觉得他吃的也管 我记得有一次 他硬是让我吃那个冬瓜肉片 跟番茄鸡蛋 整整吃了半个月 为啥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去做兼职嘛 晕倒了啊 然后我就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 他是低血糖 必须要吃一些维生素 来补充一下 吃些肉 因为他平时减肥 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肉 然后我就上食堂给他打菜 他只爱吃番茄和那个冬瓜 这不是你好吗 但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不对啊 就算是补充营养 那还可以吃其他的呀 非得听医生的话 不听医生的话 听谁的话呀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 你那会儿不是生病了吗 我觉得这是关心啊姑娘 对 这不是管治啊 这只是关心 的确是关心 我也觉得他很辛苦 所以我就吃了半个月 但是我就想让他改一下他的方法 这要求还挺高的 衣食住行也管是吧 对 他老是喜欢卡时间我觉得 还有一次我跟我闺蜜出去玩嘛 然后的话他在考研 是没有时间陪我的 那天刚好是周末嘛 然后就三点我出门的 他告诉我早点回去 然后我就答应他了 但是那天小吃街人特别多 我排队可能排一个小时只吃到一种小吃 后来到了六点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吃晚饭 就说去吃晚饭 然后我闺蜜就想拍照 我就花了半个小时给他拍照 然后没看手机嘛 后来一看手机 他给我打了二十个电话 五条短信我都没回 吓得我慌了 我赶紧给他打过去 他还凶我 怕啥呀 他出门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复习 我在紧张地复习 我没有时间去管着他 去看着他 我连续跟他说了三遍 我强调了三遍 我说一定要早点回来 我在复习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你 不是 你要管着什么呀 就照顾他的安全 我不太放心的 然后我给他八点多打电话的时候 他还没有回来 然后我就很着急 很生气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了呢 他担心我跟别人在一起嘛 后来我就让我闺蜜的机电话 就给我证实一下我的清白 然后他就把我闺蜜说你闭嘴 他让我闺蜜闭嘴你知道吗 主持人 我觉得特别不尊重别人 那是我的好朋友呀 那个时候我很着急呀 我希望和我女朋友快速交流 他的闺蜜接下来电话 然后在那儿 就含糊不清的也说不清楚 我就特别着急 所以我让他闭嘴 我要跟他说话 后来我也答应他了 我说我会早点回去 但他非得给我卡时间 卡成15分钟 我们那段路有三公里 而且那天是周末嘛 比较堵车 15分钟根本就赶不回去 他偏要我那个时间段回去 我只是希望他就能快点回来 然后回来回去了吗 后来回去了呀 那个时候晚饭都没吃 我就赶回去了 但是还是超过了15分钟 行 我觉得还好嘛 就男生的关心嘛 方法不对 还有一次啊 我记得我过年回家的时候 那次同学聚会嘛 就本来大家就两年没见了 就想多玩一玩 然后他非得让我早点回去 后来的话 没听到的话 他就跟我闹分手 我觉得他应该早点回去 他要玩到12点之后 我很担心他的安全 你怎么觉得 老担心他的安全呢 你如果我不管他 我总感觉他会跑了 你害怕他跟别人跑了是吧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和感受呢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丽江玩嘛 回来之后 下了飞机应该是12点多了 然后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男的跟他视频电话 晚上12点多了 我都给解释过了呀 那是我兼职认识的朋友啊 那为什么在一起之前 你给他删了 然后后来又加回来了 我就是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呀 至少人家曾经对我好过呀 那我是你的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管别人呢 那我觉得我的世界里 除了你我还有其他的呀 我不仅我的世界全是你呀 我的生活全是你呀 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 去磨叽这个事情 我说你一定要乖乖地听我的话 不要去跟别人闲流 这种事情你只答应我了 并没有做到 我怎么没做到呀 我觉得我都已经尽量再改了呀 我为了他 我现在一型朋友 几乎一个都没了 我觉得他总是说 自己再改 并没有真正切切地改过 我在他手机里 就发现了一个男的 一周比我给他打电话 打得都勤 那只是一个普通朋友啊 而且这段时间我在生病 他随便关心我一下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呀 你生病了 我可以去关心你 我隔了十几里路 我去给你买药 给你送 然后你还需要 得到别人的关心 那别人要关心我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 你完完全全可以 拒绝他的关心 那我怎么拒绝 我说你闭嘴 你不愿关心我 那不是有病吗 不是 其实没什么 你说有个男朋友的吗 是吧 他知道我有男朋友 但是他还一如既往的 关心你 对 他就是关心我 而且他可能就 两天打一次电话 而且我很多电话 都是没接的 就算接了 就也只是一两分钟 并没有说太多 我 худ程的三分钟 给你拒绝了